只要你們不放棄 阿伯就不會放棄 我們一定會贏的 王毅川有向往國昌下辯論贊帖 螢幕是白色是不是容易髒的顏色 白色當然是 有髒東西在上面很容易被看到 反而是那墨綠的 你怎麼破棍都看不出來 都一樣 都靠 這明明 所以民進黨比較耐髒 之前你有說過 應該先舉辦三場辯論會 然後再比民調 但國民黨不敢 那你認為 國民黨可能是在害怕或是在逃避什麼嗎 你怎麼會問這個題目 這不用問都知道答案 不論是說你不知道答案你才要問 那你都知道答案你問幹什麼 不是阿 他們還是想看到你去辯論阿 對不對 哇 唉算了 不要講人家壞話 哈哈 鐘擺效應我知道 政治學上有鐘擺效應 但是從來沒有看過 可以在兩年之內180度震盪 太可怕了 台灣已經變成人家說外面極端氣候 我們國內是極端政治 歡迎收看鄉民大學 我是柯文哲 這一個也是 大家好 我是柯批 今天這個節目很厲害 其他節目只能有一個柯文哲 我們鬧news做節目不囉嗦 我直接給你們兩個 大家盡量問 不要害羞 2014和民進黨合作台北市長選舉 國民黨都沒有辦我手贏的湯 這次藍白河沒有成功 民進黨卻要辦案了 國民黨很可惡 民進黨更可惡 好啦 不囉嗦 馬上介紹今天來賓民眾黨的候選人柯文哲 柯文哲 大家好 第二位挑戰的就是中和區立委的候選人 也是現任的立委邱承遠 柯批好 大家好 好 第三位 我真的每次來這邊我都覺得有隱憂 因為他一直不看好我選情的政治評論員黃偉瀚 市長好 天亮下雨出兵 他說 他說我直接民眾黨現在只剩12% 不是我說的 那是神副雄說的 神副雄 不是你講 從你嘴巴講出來 我以為是你講 好啦 原諒你一次 好 那我們今天大學生 人氣很高的台大甜心 白白 大家好 我是白白 下一位是東吳的美媚 政治系的Chris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Chris 以及我們實踐大學的阿浩 大家好 我是阿浩 還有中科大187公分的小楊 大家平安 好 那今天的班長是白白 白白要這個NOW NEWS AI主播擬針 透過大數據分析的新聞有哪些 好的 謝謝AI主播倪珍透過大數據分析的新聞 那本週討論度最高的新聞有 第一則國民黨開放郭台銘站台 趙少康說 郭董回來吧 第二則新聞是關於民調 民調倒退縣危機 柯文哲說選戰根本還沒開始 最後一則新聞是關於韓國瑜 主導韓國瑜當立法院院長 賴清德說高雄人同意了嗎 好 這三個新聞都跟我沒有關係 但是今天我本人來到這邊 就是要讓大家發問 我到大學什麼都開放提問 沒有問題 你們要問什麼都可以 既然今天來到鄉民大學問 這個隨時都可以問 只要我當選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班長台大學妹白白給你問第一題 可以請問一下柯主席怎麼選副首人選 您選擇標準是什麼 因為我滿認同您對於不分區的提名 但是吳錫穎副總統候選人的出現 實在太讓人意外 而且他想請問您最近怎麼看他的發言狀況 其實這樣啦 當時的想法是復補 因為多元開放是一個政治理念 我們不需要去鏡子裡面找人 才會跟我一模一樣幹什麼 一開始的設定是這樣 女性中南部企業 但是他中南部那個不像 因為他是台北人 不過他倒是美國英國 因為他在美國念大學 在英國念碩士 然後在美國也工作很久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跟我完全不一樣的人 比如說女性就不一樣 我是很那種本土家庭 然後我是念台大醫學院 台大醫學院是一個很日本式的文化 我至少在我念頭現在已經比較美了 所以我們是一種本土日式的 他是個英美的 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 連講話風格都不一樣 所以人家說他發言你要不要管制 我說哪裡需要管制 他就讓他講他喜歡講的話 這一點我是也要讓斯密斯的信徒 每個人都做好他的工作 合起來就國家最大利益 所以台灣民眾黨在立法院到現在四年 從來沒有假期動員過 一開始他們問我說 這個假期動員 昨天沒有假期動員 沒有 沒有 你看多奇怪 這個 也沒有什麼好奇怪 就是說我們不曉得怎麼動員 因為如果在網路上面公佈訊息 結果年輕人最不穩定 雖然是支持阿伯 但是不見得他們會來現場造勢 但是11月19那一場 我看到年輕人很熱情 我其實是熱淚盈眶 我覺得剛剛那一題我直接回答 就是說為什麼要找五星銀 就是兩個不一樣 我沒錢 他也有錢 但是我講這個的話 馬上就被人家攻擊 說那你還要辦什麼小額募款 那都是財團在支持你 其實不是 我覺得 你看藍綠陣營後面也都是財團在支持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單獨說 反正為什麼會說我 就是我 我是最難打的一個 要不然你就不用說我 好不好 就這樣 你看 你覺得吳欣穎有幫柯文哲加到分嗎 剛剛白白的問題你怎麼看 因為吳欣穎 其實他剛來立法院當立委 就是2022年11月 他補蔡壁如的時候 他有來我的廣播節目 我有跟他聊過 那大家最近都 其實網路上下訊息 約到了選戰最後三十幾天 很多錯假訊息 或是說網路攻擊很多 我從來沒有講過吳欣穎不能選副總統 我說過去的李清安事件 所以雙重國籍這個事情一定要嚴肅看待 那吳欣穎的整個回答 講了兩三分鐘都講放棄了以後 大家標題是 吳欣穎講這是我跟美國政府之間的事 這是我上禮拜跟大家講的 人要狗狗要人的問題 他講說我放棄了 媒體沒有下標 媒體下說這是我跟美國政府之間的事 大家就會誤解他以為他不肯回答 所以就是說你在面對媒體的經驗的時候 他沒有很老到 因為他入工職才一年 這其一 其二就是說他的學經歷 他的外文 他現在還去杜拜 參加那個會議 他其實他並沒有不好 但是你今天問的這一題就是說 他因為畢竟是出生在一個比較 經濟環境優渥的家庭 那年輕人如果經濟他可能還要學代 他還要打工的 他會不會喜歡 他喜歡柯文哲 他會不會喜歡吳欣穎 這是其一 那愛吳其吳 喜歡柯文哲也跟著喜歡 OK 這是其一 那其二是什麼 其二就是說我們在看互補性的時候 吳欣穎的存在跟柯文哲的搭檔能不能加分 不是只有單看柯銀配 還要看你的對手 因為侯友宜明顯口才不好 但來了一個口才好的 侯友宜明顯沒有國民黨的外審票 可是來了一個戰鬥欄 照照康龍的時候 他補了侯友宜也沒有那一塊 所以這要加分 所以本來如果三分再加兩分就變五分 這要加分 那賴清德可能在對美關係上面 或是他的外文能力沒有很好 或大家覺得說美國不是以美嗎 四年前挺小英不挺賴清德 為什麼 因為他是務實台獨工作者 就來了一個 跟美國的關係很好的消美情的時候 他又把那塊補起來了 這樣大家懂的意思 所以白白在問的可能就是說 吳欣穎沒有不好 可是吳欣穎給了柯文哲什麼 柯文哲原本沒有的 比如說柯文哲現在他有鐵粉 柯文哲有很多支持者 柯文哲有很多年輕票 這些人並不是因為吳欣穎才喜歡柯文哲的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喜歡柯文哲了 本來就是這樣 來了吳欣穎還是這樣 那就叫沒有加分 但不見得要扣分 但如果常常這個 如果說回答媒體問題的時候 都被取那個最辣的標 就我講那句話 郵差每天送信被狗咬 咬三年沒有人理他 哪一天去狗狗不送信 跳下來咬狗的時候 人咬狗就變新聞了 所以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還是要盡可能避開 像蕭敏也被問國籍的問題 但他就只有回答 那短短的一分鐘 講完了他就不再講了 就是這樣 大概就這個意思 好謝謝這個韋漢 那這個其實應該怎麼講 就是說這個你剛說這個 每個人發言都是自己發言 代表自己對不對 但是這個面對 對我有講過 這個台灣的新聞業是製造業 專門製造新聞 那不是面對新聞 那你面對這些鯊魚怎麼辦 當初聽說你當初考慮副手有四個人 哪四個人 本案涉及國家機密 不宜在此接受 好啦我直接跟大家講 副手四個人選 一個就是侯友宜 一個就是賴清德 另外一個就是郭台銘 另外一個就是吳欣穎 你就這四個 涉及國家機密 那講沒辦法問 你是賴佩霞 賴清德 賴佩霞 賴佩霞 賴清德 唱一首 這涉及國家機密 還是不要講 嘴巴太快 有時候會有問題 我告訴你 所以在這邊 我就是要讓這個吳欣穎 這個知道說 有些什麼事可以講 有些事不能講 好來來來 那這沒有辦法 國家機密沒辦法講 那葵子 妳有什麼問題要問 有 我這邊有兩個問題 想問何主席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是說 您和朱主席之前都曾提出過 你們想將台灣的憲政體制 轉變成內閣制 那之前您來我們系上 開青年論壇的時候 我有小小的建議一下說 就是內閣制的一些缺點 以及我們目前憲政慣例 遇到的一些困境這樣 那但我想目前都不是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 藍白分首分的很難看 那如果你們之間有一方當選了 還有機會可以有效率的組成聯合政府嗎 還是內閣制這個議題就要先被擱置了 如果是我當選的話 聯合內閣還是一定會成立 這個叫政治的事實 我們這邊人少 所以一定要用國民黨的人 不過我也反對那個口號 下架民進黨 我覺得為什麼要一個 民進黨裡面還是有好的人才 所以我是不太贊成用下架民 就是說政黨輪替是OK的 不過國民黨當選的話 他會用聯合內閣的機會很少 為什麼你知道 錢加的不夠了 跟打碗賣人 他們國民黨自己搶位置 搶這麼兇 總會分給我們 當然照照常講那個 我一聽到那個叫政治語言 因為兩黨如果要有那種聯合內閣理論 他早就做了 不過人家說藍白不合 分得難看 我是比較正面 為什麼你知道 最起碼在台灣歷史上 也沒有說在選前兩個政黨領袖 還可以坐下來 所以是這樣 你不要幻想一次改變這個國家 但是一步一步他還是有些改變 所以我不覺得像聯合政府 內閣或是說行政院長的立法院同意權 或是說部會首長要應該得到委員會的 去立法院委員會的聽證 你有講過 大家就想說這個好像有道理 只要你真的有一次給他實現 就算你沒有修改法律 那叫憲政慣例 慢慢像英國就是不成文憲法 他也是用憲政慣例在做 當然我們台灣是剛性憲法 但是這樣 要現在修憲太困難了 所以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做 那變成大家習慣 所以我們還是把自己當 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牧師或神父 我們是耶穌會的神父 神代世人 我要開始講大道理 慢慢有講還是有效 好 那就是第二個問題是說 國民黨在派出趙少康董事長擔任副首後 藍營的選民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經歸對了 那在藍營他們可以鞏固自己的選票 這方面來說 這個情況下 您認為說您還有信心可以打贏 就是賴燒配 然後實現 你們想實現的就是政黨論體嗎 第一點其實民調在過去半年 他都在飄動 你不要以為賴清德有掉到30以下 然後 我有差不多四五個 五個月的時間是已經猴有餘了 所以這表示都在動態 所以這樣 如果純粹從選舉的 結果來講 我們還是要保持一種打棒球的精神 就是說還是有第九級下半逆轉勝 所以不要太早 而且我看過目前的數據 目前的數據就是說 不是那種說一定會贏的 他還保持在這不小心就會翻盤的局面 那我也知道台灣人的內心潛意識 還是喜歡看那種奇蹟 第一個我本人就是奇蹟的代表 2014是奇蹟的 2018也是奇蹟的 其實人家講2020也是奇蹟的 還有一生最大的奇蹟 一日雙塔 那個什麼可能 一個阿伯一天可以騎520公里的神經病 這太可怕了 他是一日雙塔 我是一日吃兩個蛋塔 我跟你講 其實這種事情 這個 你只要有信心去做 你堅持到底 只要阿伯不放棄 大家都不放棄 對不對 那我問你 那你怎麼看國民黨這些禁止 這些小雞跟你同台 那你私底下跟國民黨小雞有請你幫忙嗎 有啦 事實上啦 影片錄了一大堆 不過就是這樣 我講過嘛 一定會贏的不會拿出來 一定會輸的不會拿出來 那個他覺得有需要 他最後一秒他就會拿出來 喔 這個 你剛才會贏的 雖然人家過世 對啊 穩贏的就不會出來 北龍各位問你去 因為昨天大家討論這個話題 我相信應該有人想要你錄 可是是在 是在10月24號之前要來邀約的還是之後 之後 之後是不是 那你錄好了嗎 有錄了一些 現在不敢放啊 葉原資就是啊 他們放不放是他們的事 但是他說他錄了嘛 對啊 是之後 之後是不是 喔 OK OK 好 這韋翰也是 哇 這個很會挑問題的重點 他現在就在他節目上面就說 其實這個柯文哲私底下 有幫國民黨小雞錄一些影 但是現在還沒有放 好啦 那邱承遠 你選區和國民黨 這個分庭抗林 你怎麼跟國民黨互動啊 這個各自努力啦 因為其實如果說 台中是藍白河的示範區 其實綜合的選區 就是三角都的示範區 所以我覺得這次在綜合 其實就是一場 不對稱戰力的作戰 雖然我的兩個 這個競選的對手 我們號稱是 七年級的君子之爭 但是他們打的青年世代 其實是新的包裝 舊的產品 因為他們打的是 服帽的延長賽 因為其實 張祝人先生 他過去最有名的 是他父親的 服帽半分鐘 當時賴清的主席 在提名 綜合這一區的時候 就找了一個 血運世代 當時代表人物吳征 來去打這個服帽的延長賽 雖然兩個人都是年輕人 還是跳脫不出 政黨惡鬥 跟二元對立的這種泥鬧 重點是 被全台灣最嚴格的 柯P檢視過 唯一推薦的 邱成元 所以我想基於這樣的理由 我不曉得 還有人 如果把撇開政黨因素 不看的話 然後把三個候選擺在檯面上 不投我 你還要投給誰呢 這個講得很好啊 對不對 大概已經講了 對手 兩個都是服帽的 那我們這個市面上藥局 服帽熱營對不對 都是喝下去就降溫了 所以說他一定會當選 而且柯P我要補充一個 我要送給大家一句話 走舊的路到不了新的地方 所以要選擇一條新的道路 我們要這個 終結這種二元對立跟意識形態的對決 因為這個造成國家的內耗空轉 已經太嚴重了 二三十年了 夠了 所以中和要贏 台灣就要贏 拜託 謝謝 好 走自己的路 這個中和有一個永和路 永和又有一個中和路 大家不曉得對不對 但是永和的中和路 跟中和的永和路是沒有相接的 沒錯 這個中和要了解地理環境 也只有邱成元厲害 這是我選他的理由 好 那這個 對啊 你對民眾黨立委選舉樂觀嗎 你樂觀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十席全上 十席全上 你是說我們是十一席 還有一群原住民 十加一 對 盡力啦 人家說 我跟你講一樣 打棒球打到九局下半 不要緊張 像那種沙卡都的隨時都很容易翻盤 這個有沒有聽到 這個打棒球就要像現在對不對 這個亞洲錦標賽 從一開始就把韓國隊壓到底 對不對 不要看九局下半 看到八局就可以擅長 這樣大巨蛋旁邊 還可以二十分鐘就可以 散掉這些人群 好啦 那這個中科小陽 你想問什麼問題 我想回應一下陳遠哥 其實我覺得藍白沒有所謂的合作 因為像是蔡碧如那區跟李友宜那區 國民黨都是因為自己選 選不贏才有所謂的禮讓 我是想問柯主席 會不會有考慮再跟國民黨合作的機會 就是以不違法的狀況下去支持侯康沛 然後來換取跟國民黨拿一些行政院長 或者是外交部長等等的職位 你剛才問到題目很驚悚 你說讓一個行政院長 你該不是說讓一個總統算了 還有一點要再聲明一遍 先檢查一下 這是我們涉及廣電話的 這個叫抽原子湯 這真的是抽原子湯 在雙方都已經登記以後 還談論這個 對啊 而且這種事情如果要公開談的話 那一天對不對 馬英九在那邊我就答應了 對不對 這樣不就好了 還要弄到現在這麼難看 不是 這麼難看到未來嘛 不過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民眾黨如果保持自主性的話 這個黨性的話 年輕人還是會繼續支持 對不對 蝦陽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看起來好像很滿意的 應該就是會選到底 就是他覺得相信自己應該是 可以最後贏得順利 所以才不多做評論 對啊 那個主席我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小楊在問的是 最近很多人在討論的 可是我覺得柯主席的回答很好 就是不要回答 因為根本不要討論這個話題 因為之前很多人在講 什麼安哲秀現象 他是直接就 他直接退選支持影席月 不一樣啊 那個事情只能發生在登記之前 根據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第84條 就是已經參選的 候選人或有候選資格者 都不可以放棄選舉 或者是一定程度的選舉模式 我每天去騷擾 我每天都要幹嘛 我就找不到人 總部也沒有人 不行啊 這個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啊 所以剛剛柯主席本人 本尊他不回答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要努力 不是今天下午要開柯PTV嗎 那到底該算啊 所以我最近談到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想說 國民黨的制度可能有期待 什麼把票集中投給一個高的人 那選民要怎麼投是選民的問題 但三組候選人 現在就沒有別的選擇 只能夠往前衝選到底 那當然你可能說 最要這樣的話 那現在民調佔據第一的人 是不是勝率比較高 是這個是理性科學物質 他勝率可能比較高 那個人是耐性的 沒有錯 可能你不能因為這樣子 你就要求 可能現在目前民調是第三名的誰 也會變的啊 因為還有三十幾天 民調可能再翻回來 你可能你就轉支持誰 這個事情曾經發生在1998年的 台北市場選舉 王建軒 陳水扁跟馬英九 可是當時沒有這條法令 所以他也就唷唷唷唷唷唷唷 然後記得訪問他 大家民事暗示 你就去支持誰吧 現在 目前2023年的今天12月7號的現在 中華民國不可以有這個事情 如果有參選人 包含立委 選了一把再去浪槓的話 那是觸法的 所以我們不要再去討論什麼安哲秀現象 台灣沒有這個基礎 登記下去以後就沒有退選 或者是你們不要支持我啦 投這黨媒就好了 總統投給誰 不行的 這是觸法的 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要這個補充很好 但是我要現場要問你 你之前說柯文哲被判了柯文哲 你今天看到現場本尊在這邊 你還是這樣的想法 不是 我的文章寫了以後 相信阿伯一定有看啦 那我講的就是11月15號的那個六點聲明 那這個也不用我多說 他本人都講說後悔簽嘛 所以如果在時間重復來一次以後 他未必會去簽啊 因為我本來我的論述在我們的這個鄉民大學 還有我的文章從年初到現在沒有變過的 我跟柯文哲也認識十年了 就是小草也有鑽出時封的權利 成員最了解我的想法了嘛 你就努力拚嘛 那還有一個總統大選辯論會嘛 既然主席Cue到這個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了 現在目前民調是落後的 而且還落後不少 市化 全市化的還在20%以下 如果有加手機的有的在20%以上 但是也是第三名 怎麼辦 等待變數跟創造變數兩個問題嘛 等待變數的你怎麼知道選舉 到時候會出現什麼事 如果有人人設崩壞出現重大問題 譬如說不好意思又請到宋主席 2000年的新票案之前 宋楚瑜根本沒有輸的可能 可是出現新票案之後就鬆動了 人設崩壞 這個叫做等待變數 如果有這種不可預期 也不操之在柯文哲手上的變數的時候 那選情可能會有一些板塊位移 第二個你看現在大家可以看到的 這是今天最新的美鳥電子報名調 我知道柯文哲的支持者 還有民眾黨支持者 都不喜歡看美鳥電子報 但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現在目前中時聯合 蓋洛普 TPBS 進電視 EDtoday 美鳥電子報 匯流跟風燦九份民調 目前柯文哲都是暫居第三 暫居 暫居 這個民調柯文哲也有第二過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 就是簽下了我剛剛講的 我寫那篇文章的當天 11月15號的時候 柯文哲當時我的看法非常的明確 就是不應該去簽的 因為那個簽下去以後就是 只能往副總統的方向走 你看後來那個讓3%讓6% 就是這個方向嘛 我相信幾位大學生都有聽我講我就知道 好 那但是那一刻呢 除了不該以外 為什麼我現在理性科學務實的 跟大家做分析 為什麼現在柯文哲掉下來了 就是因為簽 而且簽完之後 簽的那個當下 泛綠的支持者 我看民進黨看了幾年 我不想投給民進黨 有沒有這樣的人 我認為有啦 因為我是一個評論員 我的觀察 對民進黨 上次可能投給蔡英文 可是這次不想再投給民進黨了 我要投給柯文哲 因為我對民進黨失望了 可是我從來不想投給國民黨 但柯文哲跟國民黨簽了6點聲明之後呢 就會覺得說 跟國民黨 蠻做會的時候 他就跑掉了 這可能多少% 3%會OK 一點點 但是後來你看 來導播再看一次 他整個掉下來的那一天是11月25號 有沒有 24還在25左右 一下就變18% 第60 第那個 就是1月24號那一波 他直接掉下來第78次 為什麼 就是因為侯友宜趙宇康合在一起 然後藍營的選民也從期待變成失望了 所以 綠的跑掉了 藍的也回去了 柯文哲同時失去了潛藍跟潛綠以後 現在目前的趨勢就會從原本的 接近30到變成20上下會低於20的 所以我說 簽下那個六點聲明其實是一個不好的決定 柯文哲應該要走自己的路 從頭到尾選到底 這怎麼辦 你來回應 這個是這樣 因為台灣超過60%以上民意希望政黨輪替 所以我當時去中南部也發現說 這個氛圍很重 所以當然想說 如果要政黨輪替 是不是有一個最佳的解決方案 我倒覺得是這樣 跟國民黨合作是這樣 在過程當中發現說 DNA也是不一樣 他現在打我誠信 我跟你講 那六條我到現在為止全部都遵守 因為那一條說 在統計物差範圍內 我跟你講 我也是大學教授 統計物差範圍內絕對不是讓6% 他說外永如果差不多 那就算了 讓你 等到他發現說讓3%不會贏 說那統計物差範圍讓6% 我心裡想說算了 讓6%他也不會贏 這個一出去就 到時候知道賴清德說 你是讓的才出來的 那他就瘋了 所以當時那個國民黨的態度 我就知道說 合作也不會贏 最後還是發現說 終究還是DNA不一樣 DNA不一樣 DNA不一樣 其實我 我也是算深綠人 像我也是按照小英的這個政策 我也是很支持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的這個 要投我的選民會跑走 那你昨天不是有講 你說投小英的選民 對啊 蔡英文的政策我也是很認同 蔡英文是這樣 對美政策我想誰當都不會改變 但是對中國那個我跟他不一樣 我覺得不需要 不需要採這種完全不來訪 這沒有道理 美蘇在冷戰最危險的時候也有熱線 所以完全不來訪一定是不對的 國民黨太聽話也不對 所以你就保持一個中間這樣就好了 但是對美關係我認為 誰當總統應該都不會改變 意思就是說 美國叫你要說什麼話 你可能就要 就要隨從 就要跟隨 要不然就變成說 好像不聽從美國了 很難 從以前李登輝到現在都一樣 對不對 好 那個阿浩你有什麼問題要問 我有準備兩個問題要問柯主席 那第一個是想問 民進黨的部分區立委代表王毅川 有向民眾黨部分區立委代表黃國昌下辯論戰帖 那題目是白色是不是容易髒的顏色 那想請問柯主席對這道辯論題目有什麼看法 白色當然是 有髒東西在上面很容易被看到 所以說白色沒有沾一個灰塵都被看到 反而是那末綠的齁 你怎麼破糞都看不出來 都一樣都靠 這明明 所以民進黨比較耐髒 你現在是什麼意思 末綠是一種線就對了 不是啊 我以前就說很多說不問藍綠 所以不是講台獨就可以貪污 我現在講台獨龍很理直氣壯的 胡搞瞎搞 民進黨比較耐髒 這我也同意 那第二題是想問柯主席 因為之前你有說過應該先舉辦三場辯論會 然後再比民調 但國民黨不敢 那你認為國民黨可能是在害怕或是在逃避什麼嗎 你怎麼會問這個題目 這不用問都知道答案 問是說你不知道答案你才要問 你都知道答案你問幹什麼 不是啊 他們還是想看到你去辯論對不對 算了 不要講人家壞話 這個我是罵人也不帶髒字 我剛剛講那個你看看 那個茉莉怎麼潑糞都是會髒啊 都看不出髒的 看不出髒 白色隨便一點就髒了 好啦 那韋翰 我看到你一直 這個摩拳擦長似乎想要問什麼 你來說看 你來說我問題在哪裡 好 問你還是問你旁邊的阿伯 我們兩個都可以啦 我們並肩作戰對不對 義無反顧 為台灣拚一次 剛剛其實是誰問的我忘記了 就問到立委啦 可是其實是這樣 我想問阿伯就是說 你心中有個想法嗎 到底是希望選舉行 不分區現在目前是 原本說八席 那看最近有幾個民調 就包含你個人民調有往下掉的趨勢 政黨票看起來14% 14%不一定有八席 這是七一 有部分區想要選幾席 區域提了10加1 10個區域加一個原住民立委 那你覺得也想上幾席 我們就不要點名啦 因為大家都在努力中 所以加起來TOTO 你是希望你的目標是多少 希望經濟發展幾席 本來目標就是10席 加起來看能不能 加起來10席 目標啦 但是那個是目標 那你有沒有信心達標 哇 這個就一樣 就是要很努力 要很努力喔 我覺得局勢還在變化 台灣的選舉 流動性實在太大 這個在全世界很少看到這種局面 我每次說台灣這種鐘擺效應 很難想像 2016民進黨大贏 2018國民黨大贏 然後2020民進黨大贏 2022國民黨大贏 鐘擺效應我知道 政治學上有鐘擺效應 但是從來沒有看過 可以在兩年之內180度震盪 太可怕了 台灣已經變成人家說外面極端氣候 我們國內是極端政治 強將魚啊什麼一大堆 那現在目前民調落後 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讓之前民調再爬回來 因為你已經維持第二很長一段時間 可是最近所有民調 我剛剛講那個 你怎麼看的 還是說你覺得這民調不正確 也可能有一些影響 掉還是掉 不過是這樣 政治還是有板塊叫基本盤 就是說如果你領先五個月 然後一個事件掉下去 當然全部都掉 但是我會想說奇怪 那基本盤 沒有理由說突然偏離基本盤 所以一定有什麼東西 是找到它的原因 才是可以回去 所以是這樣 當然是說 那個東西是什麼 我還在反省 到底是哪個地方出問題 已經想很多天了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有時候安慰自己說 我們520宣布參選的時候 好像是12% 所以 後來人家說有什麼關係 我們只是reset而已 本來就會從很低上來的 就掉下去了 想辦法再上來就是了 對啊 我現在在想 我大概明年1月14號會告訴各位 就是說 我到底為什麼原因 為什麼會這樣 陳遠啊 那你是民眾黨 這個海選出來不分區率 你跟著阿伯一路走 那看到阿伯這個新 說的這個新政治有什麼變化 在民眾黨或是台灣的政治環境中 來發生 我覺得實現兩個事情 第一個 柯文哲代表的是藍綠之外的一個選擇 新的選擇 還有新的政治文化建立 那我2019年是民眾黨海選的不分區立委 其實當時我跟柯文哲主席 真的完全不認識 我就是靠著一份A4的履歷表 繳到中央黨部 有一個這個 那個 電話訪員來說 欸 那個請問是邱承遠先生嗎 你要不要來面試看看 欸 我這也嚇了一跳 我那時候去海選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怎麼可以選金來選假的 但是真的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進入政壇 那其實這個 實現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真正代表公民參與跟素人參政 在台灣發生的一個可能性 而且當時我進入國會的時候 其實我才38歲 那在這四年的期間 我也充分體驗 就是柯文哲在講的 認真是一種文化這件事情 請你認真每天讓國家進步一點點 每個人多做一點點 這國家就會進步 那我在國會擔任三年的黨團總召 如果你看在藍綠兩黨 絕對不可能有這樣子的案例發生 你這個都是有明碼標價的 你不要說當不分區立委 你可能要去當個國會辦公室主任 都有困難 所以願意讓一個70年次的 從海外回來的聰明年輕人 來去投入政壇 然後真正實現公民參與 跟素人參政的這個可能 我覺得這是一個改變台灣 政治文化一個很好的一個代表 那其實柯文哲主席對我來講 以前在體制外看他很像是 充壯體制的唐吉克德 但是真的跟他一起工作之後 發覺他是帶領我們航向新大陸的哥倫布 就是說其實他都一直在挑戰不可能的一個作為 其實我自己是海外的台商 過去其實我們在國外 中華民國台灣在海外的特殊的外交困境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不亞於在國內受到藍綠夾殺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說國民黨他屬於是傳統宮廷的政治文化 民進黨他屬於現在派系分章的文化 那民眾黨其實對我來講 他就是國內的一個政治新創平台 他給很多年輕人很多多元的聲音願意進來 那台灣其實在二元對立已經30多年的一個狀況下 應該朝向一個聯合政府跟共融社會的一個方向來去前進 所以這次我們選舉的一個主軸就是政黨和解 社會和諧跟兩岸和平 其實台灣已經面臨太多太多的挑戰 內政敗壞的一個狀況下 應該要重新來去出發 那我覺得柯文哲代表的是這樣子的一個意義 民眾黨代表的也是台灣未來一個希望 年輕人最怕不怕辛苦 我去選中和每個人都跟我說 你很辛苦很辛苦 可是我都說辛苦的下一步是幸福 辛苦那個心再劃一撇就是幸福的幸 你不做你永遠不知道 安息教練也講過 如果現在放棄比賽就結束了 傷亡工業那一場最後我們就來一個逆轉勝決殺球 拜託大家要怎麼贏 就是靠你我們就贏了好不好 講得很好對不對 是不是要拍手一下 拍手拍手 常講就是說痛苦會過去 他美麗會留下 那我要做的就是在台灣的政壇 藍綠會過去民眾會留下 好來來拜拜我看這個當初這個藍白河 一破局之後你突然說你們全家都不曉得該怎麼投票 那我想問你年輕人真的很只支持柯文哲嗎 你自己呢還是你身邊的朋友怎麼講 那小美琴是不是有來挖你們年輕人的選票 拜拜 我支持柯文哲嗎 我還在觀望 還在觀望 那也不能對號入座對不對 對 但我有想請問柯主席的問題 就是關於教育方面的問題 因為你想推13年義務教育 想請問就是在高中只強迫他們讀完三年之後 有進入大學或社會配套措施嗎 然後就是還向下延伸到幼稚園 然後我跟我身邊的同學比較不能理解的是 為什麼要把義務教育延伸至幼稚園 是為了就是兼換少子化 然後鼓勵大家生育嗎 還是有什麼原因呢 其實我跟你講 這我先跟他回答 他小時候在新竹長大 他連竹師腹小的幼稚園都進不去 因為他手腳不協調 所以說那個應該是有創傷 第一個其實這個是 政治上是這樣 我們常常算Costly Effective 目前台灣五歲訓練幼稚園應該有95% 幾乎都訓練了 所以對國家來講 都已經在做了 所以很容易改變 很容易去 只要加一點錢就可以解決 所以往下延伸你知道 其實有人說往下延伸 因為他本來就已經95%在念 所以這個比較容易做 高中值你知道 如果台北市國中畢業有念高中值 也是98%至少97% 因為我常常在看數字我知道 所以又是以同樣的道理 本來就差不多 所以他只想讓他免學費 但是跟實際的狀況也沒有差很多 所以常常是這樣 在既有的基礎之上 如果去做一個Modify 這比較容易 如果是全新要設計 假如我們今天念高中值的人數你知道 只要60%70% 我這個政策就很重大 都已經98%在念了 你只是修正 不過我倒是覺得這樣 高中值那個 我們要一個人才流的概念 什麼叫人才流 小學嘛 國中 到高中才分高中高值 那高中要哪個學校 所以他也想說那個高職學生不容易招 我說廢話 你高中那個名額沒有減 總數減降到三分之一 這邊那個水門你知道 都沒有縮你知道 當然全部流到那個地方去 流到高中去 所以理論上 我倒覺得按照每年的那個學生數 那個水門該關的要關 所以該關 不然全部都流到高中去 所以問我高值沒有 所以政治 但是我知道台灣的問題在哪裡 要開新的學習 大家都站著 要關大家就沒有人要當壞人 所以一個沒有人要當壞人的國家 結局就是整個國家慢慢崩壞 這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事實上 13年義務交引 就國家經費來講 跟要執行沒有想像花那麼多錢 因為都已經差不多了 只是說把現在這個再把它Modify 把它優化而已 對啊 這個就是我常講 就是說台灣的大學要關一半 那你不關 那每個大學校長都說 我跟教育部長是什麼前後期的學長 情分上面就不好意思把這個學校關掉 那你不關掉的話永遠這個問題解決不了 所以說只有往下砸根 這個幼稚園反正要堵 讓家長可以出去好好工作 育嬰的育嬰這樣最好了 好 Kris我看你這個舉很久了 我舉很久了 市長問科主席就是有關兩岸政策的問題 就是您之前不是有提到就是兩岸一家親 那您也有在公開場合討論過服貌 那目前國民黨他們提出的兩岸外交政策 也包括了像是重啟服貌 或是讓陸生就業等 那您認為說民眾黨與國民黨 就是兩者最大就是在外交政策上的差別在哪裡 換句話說民眾黨要如何說服選民 就是貴黨的兩岸外交政策是優於藍綠兩黨 那第一點 民眾黨跟國民黨的兩岸政策 你知道民眾黨它全名叫台灣民眾黨 國民黨叫中國國民黨 這兩個隸屬點就不一樣 我們還是以台灣為名以民眾為本 你看看第一點 像那個重啟服貌這件事情 這從頭到尾就是假新聞 第一個我們那時候內部那個草案在寫 而且當時還講說 需要先解決那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那才複馬 那個也有完整的 然後民進黨就拿一個什麼 要重啟服貌 然後就開始做假新聞 做了一大堆 所以這也是很麻煩 每天人家要跟你剖分 剖分以後說你怎麼不用洗乾淨 奇怪你把我剖成這個樣子要怎麼洗乾淨 所以那個什麼柯文哲說要重啟服貌 把它前面都拿掉了 斷章取義 還有一點 我後來發現 那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要通過 不是民進黨的主張嗎 當年在太陽花協運的時候 最後結論就是要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民進黨執政多久了 七年多了 結果呢 所以後來才說算了不要再批評他 他就是那種嘴巴講一套做一套 所以重啟服貌他是有順序的 一定要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那貨貌才服貌 為什麼呢 因為貨品的流動還比較控制 人進來那個很麻煩 因為那涉及整個社會結構改變很麻煩 這第一點 兩岸協議監督我還是主張是這樣 我們要先跟中國表明說 我跟你同文同種 有相當的歷史原宗教文化 但是我現在政治智慧跟你不一樣 我可以先 是這樣啦 如果你要一開始要表明說去中化 其實這個理論 我是後來唸那個 那補瑞澤 Richard Bush寫的那一本 Edificate Choice 就困難的選擇 他的那個理論我同意 他說台灣應該跟中國要 一個程度上也要表達善意 你一開始就說我要把你一刀切 然後我說我跟你是完全不同的 他說因為你如果跟他表明說 你跟他完全不同 他打你也不會手軟 你跟他表明說 拜託我們是同文同種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亂打 所以說就台灣的國家戰略來講 世紀中國人對台灣人民的喜歡跟羨慕 是國家最大戰略的錯誤 我跟你講 那種 如果我們都相信軟實力這個概念的話 奇怪 你會說 所以老實講 有時候我們會監看大陸的網站 看那些五毛黨的在寫什麼 以前人家很羨慕 以前他們都很羨慕台灣 你知道 我現在看那個天啊 那個喊殺喊打那個氛圍很重 所以那個 這次我們要思考看看 所以 所以 我以前去大陸 中國大陸會用ECOMO的醫生 差不多是我教的 你想想看 如果當過他們的老師 他對我還是比較客氣 對 所以 所以主席你的兩岸政策 因為我昨天聽你在講 國民黨是用九二共識嘛 那民進黨再怎麼講 有個台獨黨綱 所以台灣民眾黨 你剛才有講到兩岸一家親 你的明確 因為年輕人其實除了看Fu之外 他們會看候選人到底 把國家帶到哪裡去嘛 還有我順便再問 因為剛才有講到那個大學 那國民黨現在 總統候選人好有意思沒講 可是副總統照常講了好幾次了 公私立大學學費全免 現場都是大學生 八百億一年 那你身為總統參選人 你覺得這個政見可行嗎 或是你的教育的補助是怎麼樣做 那我會算一算 這個還是要 第一個不要亂喊價 這個真的要 人家說選不上的政策最好 因為他選不上就亂喊 亂開價 都軟話你知道嗎 那個確定選不上的 大概我看連生活費都不用 每個國家發給五萬塊 會選上人就要想說真的還假的 這個要實際算 還有一點 如果我們都 其實這樣 大學是這樣 像一開始我是主張說 大學學費還是要往上調 人家說這樣的話窮人怎麼辦 我說窮人在補助啊 你為了這樣 你想想看 台灣的大學的學費20年沒有調整 你覺得合理嗎 你把通貨膨脹算進去 我跟你講我們台灣現在有個危機 我們沒有一所大學在全世界排名在100名內 我每次講說沒有一所學校在全世界排名100名內 你為什麼認為台灣會有新創產業 香港有四家新加坡有兩家 然後我們是世界第20大經濟體 我們排名在世界經濟體排名我們大概20到22 結果台灣沒有一家大學在世界排名100名 如果這樣的話你怎麼認為 還有一點啦 教育學費是這樣 我問的話我覺得大學該關的要關 然後經費重新分配 現在大學又多錢又給不夠 所以我們發在大學的經費只佔 我們高等教育的支出只佔GDP0.39% 所以錢本來就不夠 然後大學又多分散 結果每一家大學都要死不活的 然後整個 真的這句話你想想看很可怕 台灣沒有一家大學在全世界排名100名內 如果這樣的話你為什麼認為你有什麼新創事業 怎麼可能啊 這很現實的事情 所以說怎麼辦 所以說一樣不要亂喊假 我每次說選不上任職那證件最好 主席啊 但是你說人家 我要問你 你的人才海賢都來自四面八方 但是對你的領導風格也褒貶不一樣啊 你的幕僚也有很多都是受人注目的焦點啊 說說看你用人的哲學還如何善用這些人 我用人哲學是這樣 我們給每個人一個機會 但每個人要證明他的能力就這樣啊 所以我常說你要來就試試看 不行再講 不行那也沒辦法啊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啦 一開始就說你不行 這也是我的理念你知道 教育你知道 就很像教育是給每個人一個機會 但是沒有保證說教育你一定會成功啊 所以我們是給他平等的機會 但是你要努力啊 其實我是很嚴格的老闆 為什麼啊 因為我太認真了你知道 對啊 不過我跟你講我過五十歲後有改變 以前我在台大當老師才會罵學生說 啊怎麼那麼懶惰 不然我就不罵了 我覺得是這樣啦 你要用功就用功 要懶惰就懶惰 不過是這樣啦 接受自己就好 percept yourself 這樣就好 每個人都可以過每個人喜歡的生活 但是有一點啦 你不可以說又要懶惰又要期待成功 我就不行 所以對自己有正確的期望 這樣就好 你要認真就認真 要鬼憤就鬼憤 各安天命 那你的兩岸咧 剛剛講兩岸 五個互相嗎還是 沒有啦 其實兩岸是這樣啦 兩岸是天下本如是 用人自饒之 第一點喔 中國大陸對台灣沒有想法 廢話他一定有了 那還一點啦 我每次說兩岸 我跟你講 這是我去美國兩趟 今年去美國兩趟 有最大的心得 不要從台灣看兩岸關係 我去美國的時候 第一次從美國的角度在思考 如果美國人希望台灣跟大陸怎麼交往 那我突然想到 對喔 那大陸怎麼希望台灣跟美國交往 所以是這樣喔 對美國來講它有一個範圍 對中國來講它有一個範圍 只是我們在兩邊的範圍內 怎麼找到一個平衡點就這樣 所以兩岸關係絕對不是台灣海峽兩岸 太平洋兩岸 那是中美對抗的全球架構下的台灣議題 你看這個思考再去想 頭腦就清楚了 所以是這樣啦 真的 我們很難擺脫旗子的命運 不過好歹做個聰明的旗子 對啊這樣聽懂了 太難了聽不懂 這個喔 剛剛那個用人哲學 我就講 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是不努力你永遠不會成功 那也因為這樣喔 大家都會誤會我 我什麼人都用啊 你自己進來不努力 我就丟掉 外界就是說我用人 用了就丟 用了就丟 我給你機會啊 但是這不會被人家報導 都是說我用人就丟 用人就丟 好換了台北市市長任內 換料的官員有多少 怎麼樣怎麼樣 給你機會啊 你機會表現好就留下來 表現不好就走 不過還有一點啦 那個叫新聞的意味 我算過喔 柯文哲任內跟郝文斌任內 一級首長換了人數一樣 可是人家說哇 柯文哲跑掉很多 跑掉很多 我連一個秘書離職都報紙第三版 都奇怪 我們不是被放大鏡看 我們是用電子顯微鏡看 所以都全部被放大太多 其實我算過 我的用人沒有比 損耗力沒有比郝文斌高 好不好 總而言之喔 這個 大家知道這個用人 哲學還有兩岸的政策 那還有誰要 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最近其實選舉已經快到了 那很明顯的我們可以發現 就是傳統媒體對您較不利 那我想就是私心問柯主席說 傳統媒體這一塊有沒有 就是影響到你的心情 或者是說民眾黨之後 主要努力的方向是什麼 就是要怎麼面對這種情勢 其實傳統媒體不是影響我的信心 是影響支持者的信心 這才是真的 不過這也沒辦法 因為 所以說是這樣 這也是 這也是我們台灣的一個問題之一 就是說 怎麼搞到最後 我們再也沒有公正的媒體 所以我後來聽到人家說 以前那個民進黨在叫我說 黨政軍退出媒體 結果馬英國真的給他黨政軍退出媒體 後來民進黨上來以後 黨政軍就是媒體 所以這個媒體老實講 這實在是 但是這樣 因為現在媒體很少 現在的媒體要單獨靠 就是說做媒體的財務平衡很困難 你辦雜誌、辦金額 只靠賣那種廣告 所以變成他要去接政府標案 什麼一大堆 要有公關的收入 所以老實講 當台灣的媒體不能只靠媒體的收入為生的時候 老實講 這也是我們一個 因為我們也沒有養成那個 互費看新聞的習慣 所以你不能怪他說 為什麼後來他開始有 自負性行銷 有那個 這也是我們 台灣媒體的悲愛 當然我覺得這樣 也許 時間再往前推 台灣也許不需要那麼多媒體 少一點 然後看有沒有辦法進去 付費收看的文化 然後慢慢他變成一種比較社會公益事業 現在很多老闆買媒體 他就是要一個發聲管道 我跟你講 講到別人 你要知道我是新頭殼的原始股東 你當時新頭殼 你是新頭殼股東 原始股東 難怪新頭殼民調那時候我是第一 不給老闆面子 那時候創辦的時候 他說缺錢 後來我就跟陳佩琪討錢 我說好吧 他說缺錢要缺股東 我就去買了一份 幾年以後 他說他又沒錢了 所以要徵股 我就回去跟陳佩琪討 被他罵了一頓 不過他還是給我 我又去繳 後來我要當選市長 就只好把股東都送給人 把股份都送給人家 送給人家以後 他們那時候說 這等於洩漏人家的機密 就是說 經營在一份媒體 一年大概要 現在我多少不知道 那個時代大概虧600到800萬 媒體就是說 所以媒體沒有辦法只靠媒體為生 他要 比方說人家捐禮600萬800萬 才能維持財富平衡 所以今天台灣絕大多數的媒體 只靠 我隨便講 我也不認為像被關台中天 他有辦法財富平衡 一定要貼錢 這樣貼錢就變成 出錢的就是老大 所以這是台灣媒體的問題 就是說台灣媒體沒有辦法 再獨立存活 哇這個 那你覺得今天媒體那麼多來 他們是為了什麼來 這個製造收視率 不然沒有收視率 不然沒有收視率 對不對 好啦 那這個我們今天老是不談自己的副手 那我們 我們就說這次選舉很特別 副手聲量都很高 那你來說說看什麼蕭美琴、趙少康 你怎麼看 蕭美琴那個是賴清德沒有其他選擇 因為他一定要取得美國的信任 所以對他來講 五六個月前 我知道 我去美國一趟回來知道 他沒有其他選擇 這是一個政治上必然的形式 不然他怎麼選 美國一直對他打問號 至於趙少康是這樣 我覺得 趙少康就是這樣 確保說他們往光譜的另外一邊移動 一開始看起來好像 這很像那個打一劑那哭哭 骨科檢打一下 很興奮 等他藥效夠了就開始會出問題 因為事實上 政治上特別是這種選舉 理論上還是要往中間移動 你自己往旁 所以你看現在是蕭美琴 你看中國的國台辦說 這叫毒上加毒 代價消 然後這邊也是 所以這場選舉 奇怪又開始往兩邊跑 越是這樣你知道 所以我們要開始說服台灣人民說 你們真的要再回到那種 兩極對抗的局面 極然極力這樣對抗 還是說 我們給台灣一個機會試試看 我們走上一個新政治新文化 我覺得我最後30天的訴求就是這樣 因為常常是這樣 你的對手決定你是誰 如果一個往勝利的移動 一個往深藍的移動 那我們是不是開始訴求台灣人民說 不要再過去30年就是這樣 你30年有比較好嗎 算了我們是不是 我沒有說保證我一定成功 至少我是個機會 是個希望 而且他一點 至少我們不是說完全沒有執政過的 我們還是比較乾淨 清廉勤政 所以我每次想到 我們那個台灣民眾黨牆壁 還寫個清廉勤政愛民愛鄉福 你知道原始那是掛在民進黨的中央黨部牆壁上 只是我幫他實現而已 我幫他實現而已 那你跟朱立倫交手多回 你怎麼看朱立倫主席 還有你會期待總統辯論的時候 你最希望跟誰辯論 我倒覺得是這樣 其實總統辯論也不要弄得好像 大家以為在看羅馬競技場 還有一點 當然那個辯論就已經各懷鬼胎 每個都在想說 不想辯的人就一直拖一直拖 如果是一個比較正常的國家 應該是多幾場辯論 那大家來討論 也不一定說誰要打敗誰 也許讓大家面對的問題 透過辯論當中 去釐清大家的想法 但是我知道這個辯論 我看現在策略就是 能拖就拖 能夠散就散 後來就讓他 不然就讓他沒有火藥味幹什麼 不過我已經想出方法了 我自己開頻道 我每天就問賴清德一條 問何友宜一條 每次一問 每次一問 看他怎麼回答 他也可以問我 我也可以回答 我保證 我開始問他一定不回答 三天以後 不過阿朋友叫我說 他不回答 你就每天問同樣題目 所以今天就要開始問了 今天晚上開始問 今天晚上 對 今天第一集 那你辯論會之後 你有信心辯論會之後 你會 民調會上升 你會突出於他們兩位 說我比他們兩個更懂嗎 這是這樣 第一點 你很難期待說那種 因為大部分一個深論一個結論 深論六分鐘 結論三分鐘 中間了不起媒體提問 提問三題或什麼 所以何友宜最佔優勢 因為他期望值很低 對 因為大家不會認為他講得好 所以他就比較不會 對阿 他隨便講都會做 但他覺得你會講得很好 結果如果覺得沒有 好到那種程度的話 反而也沒什麼交換 滿意度等於實際值 除以期望值 所以 我參加有人講 一場辯論 會改變台灣總統的選舉 那個只有在甘乃迪跟尼克森那一次 那一次以後大家就 因為很快大家知道說 不可以讓一場選舉 讓選情翻轉 所以大家就開始採預防措施 所以搞到最後效果不大 那除了開直播 因為你的那個 就是陸軍的行程 比藍綠來講 真的是可能少一點 比如說像立委的提名人 也就區域就實習 你行程怎麼排多一點 這一場選舉還是一個 真正的公民運動 我跟你講現在每天晚上 有60對的人 背著克森這個氣球 在全台灣各地在走 我常常說 你有沒有辦法變60變 也許到哪一天六百組 這是個思想 這個當然有時候30天時間不夠 但是這樣 我們對傳統的這種組織 要有另外一個思想 就是說 它可以變成公民運動 你要知道 2014年太陽花學運 你知道 現場有50萬人 可是沒有指揮中心 這很奇怪 老實講 那個經過10年後 我一直在想 那實在是奇蹟 50萬人在廣場上面 沒有指揮中心 奇怪 那50萬人怎麼也有 有舞台 有醫療戰 什麼緊急通道 什麼都有 沒有指揮中心 那是掃地機器人 他們自己有中心 這個是在世界歷史上 我第一次看到一個叫做 decentralize 完全去中心化的一場主戰 組織 所以我跟你講 這場選舉我說還沒開始 還沒開始喔 還沒開始喔 到底是明年 如果最後10天真的有辦法變 是明年1月13還是後年1月13 還沒開始喔 如果它真的變成公民運動 那你現在可以弄嗎 你說現在每天晚上60 60個柯文哲氣友在跑 60隊 對是不是 60組人 那你就在家啊 因為很多年輕人 願意幫你走出去啊 對沒錯 600個 6千個 6萬個 氣球要錢 錢就一樣是你就 人家會願意幫你走 你的支持者都很挺你 沒有 我就正在講說 各位年輕人請自仇均詳 自己掛翻套 我就上街了 以後我要做到什麼 如果台灣有一個晚上 600個回照相在替我演講 有600隊的氣球在走 那你現在就開始弄啊 只剩30幾天耶 不過是這樣啦 這個有時候 有時候 從想到實現也需要時間 這很難講喔 這場選舉如果變成公民運動 勝負還不知道 好 那這個 這個現場年輕人 白白你問喔 我有一個很零食的問題想問 零食的問題 那你要吃什麼零食 開玩笑 就是有一個關於人工生殖法的問題 就是您說想要修法 推動修法嘛 然後想請問除了設定子法 規定細項之外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保障 代理育母的權益 然後這個很有可能會需要跨國嗎 所以我們要怎麼保障 跨國的溝通順暢或是 對 之類的 沒有啦 要修人工生殖法 一個很大的理由就是說 在國內就可以解決了 不要讓他為了 為了要找一個代理育母 要跑到烏克蘭去 現在就是這樣啊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很多東西如果它在進行 它在發生 然後搞到最後 有錢人可以做 窮人不能做 這表示法律要修改 今天代理育母就是這樣啊 有錢人就跑到烏克蘭去 去代理育母 那窮人就認啦 沒辦法 好 這個問題 等我當選的時候 我再告訴你 你剛剛還沒有評論朱立倫主席啊 不用這樣 你要怎麼回答 我佛慈悲阿彌陀佛 你把朱主席當作佛在拜啊 我佛慈悲阿彌陀佛 這是國家安全機密 這個就不便回答 那 但是很多民嘴都在看衰你 都覺得你已經被氣飽了 那你說民調要看 這個 看到最後兩週才能看出端倪 那你未來 這個民調如果沒有起色 你會跟這個韓國 韓國那個一樣 韓國瑜一樣嗎 蓋牌 不阿是這樣嘛 用傳統的打法一定不會贏 所以乾脆就 就放開自己 蓋什麼做就怎麼做 這也是個想法喔 想法看喔 我要你覺得我們還有什麼打法 今天是37天 那所以再加上扣掉這個總統辯論啊 還有一些其他其實也就是一個月左右了 一個月多 全台灣22縣市 你當總統參選人 雖然你沒有73個選區的立委可以去 可是你可以 可以到各地去辦那個 你剛剛講那個也是啊 柯文哲氣球的 你應該更積極的 就網路你已經制霸了啦 簡單這樣講啦 網路上面 你已經是所有支持者 在聲量上觀看書上 你都碾壓另外兩位對手 賴清德跟那個侯友宜 可是四年前在辦造勢活動當中 韓國瑜也是獨走 出來就十萬二十萬 所以那時候他講說 得民調者得痔瘡 我的人心的暖乎乎 民調冷冰冰 結果輸兩百多萬 所以你現在網路很強 可是你民調是輸的 那你為什麼除了網路之外 你網路已經那麼強了 你現在在開柯PTV也是網路啊 你應該多讓選民看到你啊 所以這兩天他才在講說 你雖然沒有立委的那個 那你也可以到各地 辦活動啊 那你也可以在那邊開獎啊 你也會開獎啊 你可以多辦幾場啊 你到各地去 不要講二十二先生 你到六都去的那個 頻繁率 我覺得還不夠 你要因為選舉是在選 不是只有台北市而已 你要去啊 你要常跑啊 有啦 其實喔 其實你要看我 總時數都比他們 沒有比他們低的 但是這裡是個很政治現實 就是說 台灣那麼大 單單一個台北 廟口開獎 一個台北市要辦幾場 所以事實上任何一個點 他都是 在全 所以為什麼組織很重要 一隻螃蟹要八隻腳 才蹭得起來 所以組織的確是一個 沒有缺少組織的確是一個缺點 所以是這樣啦 有時候另外就是說 把你的優點發揮到極限 這跟考試一樣 我後來發現喔 比方說準備聯考 那考前一個月喔 不是再去讀新的書 是把舊的書拿出來複習 所以效率比較高 那錢呢 你錢一定比不過他們嘛 對不對 所以是這樣嘛 辦一個造勢活動要一千兩五百萬 辦兩場我們大概就直接關門了 我如果三千萬 我去租他們租一個攝影棚 一天才給我收一萬塊 三四天三十萬算一算還可以 那怎麼導播算一算 所以我如果弄一個攝影棚 二十四小時直播 一百萬可以打銷 我如果去辦那個造勢活動一場 一千五百萬兩場 所以國民黨說他們可以辦十五場 對啦 我在想說你們如果可以辦十五場 為什麼你們欠黨工十一都不管 欠黨工的退休金都不管 我們現在可以號召年輕人 對不對 你在網路上面說哪一天在哪裡集合 看他們動員怎麼樣 那叫快傘 快傘 快傘 就是大家拿一個我挺柯文哲 我挺柯P這樣 幾月幾下幾分在台北哪個地方出去 也可以啦 總是個方法對不對 如果你們可以的話 就每天穿上我們的背心 連背心都沒有辦法給你自己做好了 沒有啦 你要大量做然後發 各地發 對啊 來不及了 自己背心 背心再不行自己寫一寫 還是照我們這個模擬棚好了 我們坐在這邊 背心都用key的key上去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其實我們在外面拜票 很多支持者都自己拿手機 打那個字 說支持柯文哲支持柯文哲 現在很多這種沉默的螺旋 其實在各地都已經開始 沉默螺旋 這沉默螺旋 如果讓它再繼續沉默 我看我們也沒有為 要把它拉起來 但是要這樣 就是說 你要在網路上面號召年輕人 你沒有號召 他說 義無反顧 我們為台灣拚一次 再繼續講 對不對 對 好 那這個最後啦 今天講很多了 最後我們年輕人 還有我們現場來賓 都給我們兩個 柯文哲有什麼建議 我們要怎麼樣進入總統府 沒人來一句啦 小洋 從你那邊 我就覺得說 柯市長就好好做自己就好 好好做自己 好 阿浩 我覺得可以更常上鄉民大學問 吸引更多選票 這個真的好 他模仿我真的很像 來 來 那個 Chris 我自己是覺得說 就是 不管不論是可主席 還是吳欣穎女士 可能就是在發言上 可能要更謹慎一點 因為你也知道現在 大部分的傳統媒體或藍綠 都是很嗜血的 就是可能不小心講錯什麼 就會容易被放大檢視 好 這個要我們謹言盛行 來 拜拜 我也是覺得 網路上的聲量已經很高了 但是 柯主席還有他的團隊 好像 相較於其他候選人 比較不常直接出現在我們身邊 就是 路戰比較不足 所以我覺得快閃是一個蠻好的想法 不錯 快閃 十秒鐘離開 我至少看到現場有那麼多年輕人 不管他是不是聽我或者路過 也爽 對不對 看到這些人就好了 這個快閃你要記得 那 偉翰你有什麼要 要建議我們兩個 其實剛剛 主席在講已經大概蠻清楚了 總統辯論會有準備就好好去講 時間就是三十幾天 其實你可以在你的官網上面弄一個 A4太小 大一點A3輸出 所有一樣的背板 大家 你支持你的人 在台東 在高雄 他不會跟你寄到那個錢 他只要去把那個印出來 然後拿一個我支持柯P的那個路牌 他現在開始 你可以你自己開直播嘛 你就請他們去 哪一天 任何時間 就拿個牌在那邊 那你那個布偶 你不可能叫他們做 你現在有的經費 你要去 因為大量製作比較便宜嘛 然後你就發送下去 在各地哪裡可以領取那個布偶 然後大家就拿著那個布偶 他會有一個義勇軍 你要去組LINE群組怎麼樣 讓他們每天 就走在路上 那不要講什麼話 不然可能會有人 有人喜歡賴清德跟侯宇的 跑來跟你 你就在那邊走就好了 走路就好了 到夜市啊 台中風甲夜市啊 高雄綠火夜市 就柯P娃娃在那邊一直走 這樣就會幫你增加曝光度 你把村莎拿整天 你剛剛講也沒錯啦 你就是網路最強 你現在跳到那邊 你也比不夠藍綠 那你就把網路的站打到極致化 在網路上面 直接把你的票衝到最高 然後用最少的錢 最多的曝光度 台灣不關心政治人還是很多 所以你的那個娃娃跟那個牌 那舉牌其實就是感動人 如果一天到晚就看到 從現在開始 未來36天 每一天都有人在各地出現 那個不是柯文哲 可是他就在那邊舉牌 就兩個小時也沒講話 你就會再把一些感動力量拉回來 你現在就是缺這個 藍綠都跑掉以後 你才會掉到20% 你要趕快把那個補回來 不然的話選舉就已經結束了 可是他講安基教練講 還沒結束 所以你就不要放棄 好 謝謝維翰 這個方法我們都要記住 不要今天聽了 明天又忘記了 陳遠你要不要建議 建議我們兩位 OK 我覺得拿出 主席拿出 一日雙塔的精神 不要問終點有多遠 你能做的就是努力的往前踩 那剛剛維翰的那個建議非常好 每個人給一個QR Code 7就可以印了 印出來我挺可批 每個人在路上走 我們發起這個全台灣的小草運動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好 最後30秒 我們這也是網路 你要跟幕僚在吹 你主席要不要跟我們網路上面的網友收一下 拉一下票 只要你們不放棄 阿北就不會放棄 我們一定會贏得 好 這 義無反顧為台灣評下去 好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年輕人 謝謝主席來到現場 接受鄉民大學問 大學生的提問 也講了拉哩拉喳 講了一大堆 聽得懂的話就聽得懂 聽不懂了還是要號召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柯文哲 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 謝謝陳遠 謝謝 謝謝我們大學生 謝謝